前方咋有个人,我还有个他站着的,他骑着摩托车的,在无人区开个车也好一点,拉松屋子啥的,但是骑摩托方便啊,是吧,无人区小王子,没人发现咱们呢,都靠边骑呢,是不是,那地方是马还是猫牛,猫牛,这地方的牧民,他应该是找他的骆驼,或者找他的马啊,我看他都没有希望,这个冰化掉,地下室这种小河, 小溪,骆驼好像就是专门吃这种小灌猫虫带刺的,啥都吃,骆驼吃肉吗,不吃啊,我说他炒了,啥炒他就是,那是一群马,他在前面等我们呢,过去,他应该是找他的马,我知道他是谁,认识吗,又认识,前面,你过来找马了吗,这个,可以放羊,可以看矿,看矿的吗,你在又放羊,又看矿, 嗯,嗯,嗯,那时候有,他知道,那个,带他的那个,清白,清白吗,嗯,唐清白,嗯,羊腿,一个羊腿啊,两个,一个全腿,一个火腿,我一颠就知道是两个,现在,呃,大哥的意思啊,嗯,他去前面,那个,好像是一个工地上,他去送这个羊肉, 就把他摩托车放在这儿,咱们就坐在车上,一起去,哎呀,我这后面还得收拾一下,现在我们从牧民的,朋友那边,过来了,小伙伴们,嗯,大叔现在要带我们去,看他的浴室,然后,跟小白说一说刚才这个,羊腿,啤酒的事儿, 大叔,托他那个朋友嘛,嗯,下面给他,带一桶30升的汽油,嗯,然后这个汽油是大叔自己掏钱买的啊,他朋友过来,顺,顺便给他带过来, 然后,刚好大叔,窄羊啊,然后就拿了两个,羊腿,这两个羊腿大概有10公里,去拿这个汽油的时候,就把这两条羊腿送给,他那个朋友了, 他那个朋友,医标感谢嘛,医标感谢,走的时候给他拿了,拿了香啤酒,挺好玩的,是,我期待着看那个浴室,我希望能看到好品质的浴室,因为最近,大家不知道,弱腔和切磨的情况,大部分看的料子啊,都是,哎呀,出不了活的,希望咱们顺利吧,好了,关注我,我是阿宁,永长天安的日子,咱们必须不愿,拜拜,拜拜。